大家好 今天是11月3号 这里是二页读书 今天我来跟大家谈一个这两天火热的大瓜 就是著名网球名将 彭帅在微博上自曝被中共上一届的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潜规则 甚至是强奸的大瓜 彭帅是在深更半夜发出了这个微博 仅仅存在了20分钟 然后就被全网封杀 而且他的微博呢 也已经被消耗 但是这个复联网我们都说是有记忆的 而且不仅仅是七秒的鲸鱼的记忆 尽管已经被全网封杀 但是那彭帅爆出来的这个大瓜 还是已经传遍了全网 还有个好事的网友写了一副对联 叫做昔日彭帅炮打高丽 而经高丽炮打彭帅 你细细品味一下这个对联 上年说的是彭帅怀 下年说的才是真正的张高丽 写的很绝 这个微博的内容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 我在这里就不重新练 彭帅确实是运动员出身 有些地方词不达意 但是他写的大概的意思 我们都看懂了 我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我觉得他这个微博你讲的内容里面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第一就是彭帅透露 其实和张高丽在十几年前 也就是张高丽在主政天津的时候 当天津市有书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交往 并且发生了性关系 直到七年之前 也就是2014年才中断 第二点是张高丽在重新和彭帅联系上之后 几乎是以强奸的方式睡了彭帅 更令人震惊的是 他的老婆居然就在门口把风 第三点呢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两个人交往中啊 张高丽一直是防着彭帅的 一直害怕彭帅录音录像 留下证据来威胁他 我们都知道啊 彭帅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啊 就是2013年在温网和2010年的华网 他又和他的搭档台湾选手谢苏威拿下过两次冠军 那么从他爆料的这个时间点上看 他当时他当时正在和这个张高丽来往 想想也真的是很可怜啊 你看贵为网球公开赛的冠军 风光无限 回了国 还得陪一个年纪可以当自己爷爷的人睡觉 前几天李云丁因为嫖娼被中共当成转移视线的宣传工具拎出来吊打 几乎社会性死亡之后呢 现在又爆出这么一件嫖娼丑闻 比嫖娼丑陋一万倍的老干部睡小姑娘的丑闻啊 这真的是对中共的啪啪打你啊 这几年大外宣啊 自顾不暇面对这个这几天啊 大外宣自顾不暇面对这个国外媒体的追问啊 中共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啊 也都只能是选择闭口不谈 又一次向全世界诠释了什么叫做满嘴仁义道德啊 一肚子难道理仓 其实这些年啊 关于中共高官的这种逃出丑闻很多 大部分呢 都是像那个薄熙来和古开来夫妻这种各玩各的冒合神尼的啊 但是像张高丽这样啊 毫不避讳 让自己的老婆来看门马峰 这个还真的是不多见啊 啊 中共高官的这种夫妻关系和道德底下啊 有的时候真的是突破我们想象的极限啊 张高丽呢 按照那个年纪来算呢 应该已经有75岁了 今年啊 按照我们正常的思维啊 一个正常男人的生理规律啊 应该也到了顺风都会尿一声有心无力的年纪了啊 但是居然还能霸王硬上功啊 强行和一个正直壮年的女运动员交欢 嗯 从年纪上来说啊 彭帅真的比他的孙女大不了多少啊 看来那个关于中共段子里面赖小明那个补衬秘方啊 也不是此虚无有 可惜了 彭帅啊 大好年纪人生中最美的记忆 都毁在了一个老男人的床上啊 当然啊 这个事情其实 并不是特别出乎我们的意料 因为 这些年来啊 中共高官睡女主播女明女明星女运动员已经 不是什么新闻了啊 在45年之前192016年啊 被周永康包养的央视女主播沈冰啊 大家应该对他有点印象啊 他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我和周永康的故事是在香港出版的 这本书虽然目前不能正视是不是沈冰所写的啊 但是从其中细节和口气来看呢 绝对不是说凭空杜撰出来的啊 这本书之前我在国内看过啊 基本上把中共高层的那种荒淫无耻啊 道貌黯然 写的很细致啊 读完之后呢 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正眼看央视的一些主播了啊 你感觉央视只不过是一个挂着电视台旗号的怡红院 中共高层的这种荒淫啊 其实并不是他们当政或者现在才有的啊 是从他们所谓干革命开始了 就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了 不仅仅是共产啊 他们也真的共期 有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曾经担任过早期担任过中共宣传部秘书的一个人 叫做郑超宁 他写了一本回忆录叫做革命与恋爱啊 里面把这种打着革命旗号的这种荒淫无耻 写的很有趣啊 当年啊 中共在陕北所谓的抗日的时候啊 最著名的一个革命口号就是叫做 打下御宁城 义人一个女学生 你看啊 中共的这些领导大部分都出生于女腿子 还有相当数量的这种流氓无产者 一般的女性还掉不起她们的胃口 还要特别强调是女学生啊 好像只有睡了这种文化人啊 革命才显得高尚啊 现在呢 赵刚丽终于高尚了一回 睡了一个女娱乐员啊 彭帅这个事情呢 真正让我觉得遗憾的是就是他本人作为一个受害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 不过是权力的玩物这种性质啊 居然还在里面奢望什么感情和名分 所以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真的是很傻很天真 那换个角度来说 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普通的七十岁的老头 你会心甘情愿的献出你的肉体去陪他们 你所谓的那种过往 所谓的七年的感情 其实也不过是屈服于权力下的一种变异啊 此前呢 有一则新闻讲的是彭帅的妈妈的 他在2010年广州网球公开赛期间啊 为了一点小事掌锅志愿者啊 他敢打志愿者的底气 你说从哪来呢 我们联系一下 恐怕就对 这个底气又有所了解了 他可能对女儿跟谁来往也不是完全没有了解啊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女性啊 口头上都是向往爱情 但其实呢 更多的时候 还是向权力挽腰 向金钱挽腰啊 因为这样做的好处 立马可见啊 我这里呢 绝对不是说 看清这个彭帅 看清他作为一个受害者 我只想说啊 在这个张高尼和彭帅这个大瓜里面 我能看到的是一如即往的丑陋 值得同情的成分呢 有 但是不多啊 今天呢 就咱们就简单说了这 关于这个大瓜呢 如果后续有什么材料呢 我们继续再聊哈 二月读书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